血栓想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特别是已经出现了三高级病的患者 医生在建议自己控制病情发展时 都会将利害关系讲明 解惠重点提到血栓 它并不是血管中堆积的垃圾或废物 而是由不容性纤维蛋白血小板白细胞和红细胞组成的血泥块 其可诱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病 比如近些年我国高发 具有致命性的心梗 脑梗 被栓色一类疾病 血栓都是幕后凶手 而促发动脉周样硬化 血栓形成的原因 除了和遗传基因 三高级病等因素有关外 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恰恰也是幕后推手 有很多养生文章都开始在养护血管 清除血管垃圾上大作文章 各种清理血管垃圾的文章点击率都非常高 但就如文章介绍的一般 血栓并不是所谓的血管垃圾 想要预防血栓形成 首先要保护血管的健康 避免血管损伤和之类物质堆积 以下几种食材 才是真正对血管有利的食物 大家可多试一些 1.洋葱 洋葱几乎都不含脂肪成分 但是它却含有多个对血管有益处的健康成分 这包括了 前列腺素A 生理活性物质 硫氨基酸 它们都是天然的血液稀释 特别是前列腺素A 在进入身体后能起到 过张血管 激活血绒纤维 蛋白活性成分 的作用 可降低血压 促进体内纳盐的排出 数据调查显示 经常吃洋葱 还能起到降低 胆固醇 该由三指之蛋白水平 的作用 让血管处于健康干净的状态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出现 2.香菇 它是所有蘑菇中营养成分最为丰富的存在 其含有16种氨基酸成分 其中有超过7种都是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除此外 它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多种维生素 以及降血脂 物质 从科学角度来看 香菇所含的维生素和促进肠胃蠕动 减少肠胃对胆固醇的吸收 而且它还含有 核酸物质 能促进胆固醇分解 对预防高血脂 动脉周样硬化都有一定益处 3.黄瓜 黄瓜具有清热解渴 利尿的作用 它也含有一定量的纤维素成分 可促进肠道排出多余的废物 并减少胆固醇的吸收 而且 还能抑制体内糖类转化为脂肪 有减肥调整之类物质代谢的特殊作用 继而起到 预防高血压动脉周样硬化 的效果 同时 黄瓜中含有丰富的钾离子 它能促进体内纳炎的代谢 加速血液循环 有利于血管健康 4.红薯 红薯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胃蠕动 对预防便秘有一定作用 同时 红薯中含有一定量的胶原和粘多糖物质 可保持血管弹性 预防心血管系统的 脂类物质沉积 动脉周样硬化 是有效的降血脂保健食材 而且红薯中也有一定的 甲离子 胡萝卜素 有益于心脏功能健康与血压稳定 其实从以上几类食材中不难看出 这些食物都是低脂 低热量的蔬菜一类 这也印证了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的确对身体健康不利 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应当尽快减少这类食物摄入 5.保证均衡的营养 如此才有利于血管健康 就留下来 是礼物摄入 那么这些食物摄入 也有点冷击 那么这些食物摄入